HELLO 今天又和大家玩妝 今次又真的玩妝 是做一條粗的 但一條眼線裏面有三種顏色的眼線 每是綠色 紫色 和金色 如何去做這個妝呢 巧妙在於如何令它滑滑和有層次 開始之前先講解結構 雖然這是玩的妝 始終你也會希望 就算不是用來出街 但有時候你希望抹大眼睛也能看到 我們就要解構眼線有多粗 一般看雙眼皮有多深 如果我們希望抹大眼睛還能看到 一般就說是整個雙眼皮的位置 因為這是一個不是普通的眼線 它是一個以眼線為主感覺的眼妝 所以我整個雙眼皮的粗度 都會做一個眼線的感覺 而這個眼線眼尾會長一點 形狀也會明顯 前面二分一就是綠色 後面就是紫色 故意用一個冷色和暖色的狀 如果你想看起來和諧一點 可以用同一個彈性 例如綠色 藍色 紅色 紫色 顏色分佈在於鮮色 前面沒有那麼多的位置 會做鮮色一點 後面會做深色一點 沉色一點 看起來會順眼一點 而中間我們要留一個位置 加一個金色做漸變 金色無論你做冷色或暖色也好 它做中間就會最漂亮和合適 所以你用一個八搭的顏色 做中間的層次就沒有錯了 記住 先找一個範圍 之後就拉長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層次了 所以首先我會先做綠色還是紫色 我會先做紫色 因為我要拉回那個範圍 再把它斬一半 才知道綠色的顏色要去到有幾二分一 所以我一定要延長眼尾 這樣眼尾就會在角色的位置開始 角色的位置就是上眼線 下眼線中間連著這個角色的位置 弧度就跟下眼線拉上去 有幾個弧度 因為這是一個玩的裝 所以我們明顯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待會我們會在雙眼皮的位置拉上眼線 所以如果我去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不夠長 所以我們想明顯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延長一點 好 拿了長度之後 後面全部二分一 做紫色 中間不要太緊 再主張 看見 再也收緊 紫色可以一定 extent 都可以 因為可以機閉 今次的裝完成 點完 以眼線為主 所以 clinical 是唯一 會加的 Recent 所以你用眼睛最好它是夠實 又或者是可以不斷加上去 但不會脫掉 因為有些眼睛加上去 會令眼睛脫掉 所以你要選一種液液的眼睛 或者霜霜也可以 但來回都不會令它脫掉 或者氣膠 因為我用液液 其實它需要時間乾 所以不要這麼快斬眼 你持續向下望的狀態 讓它自己變乾 否則眼睛很容易讓你自己斬眼 令它變化 之後我可以計劃前面的綠色 你看到中間我會留一點點綠色 因為我後面已經計劃了2分1是怎樣多長 於是前面就加綠色 所以後面的重要是你加長之後 高度是跟著的 所以變成你前面只需要加一樣的高度 好 中間有一點點綠色 中間有一點點綠色 先上一層 讓它變乾了 再上第二層 上第二層就是令它實色一點 折毛有一點點綠色 摘毛有機會黏著色 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會加上膏 你確定眼線是夠貼的 好了 然後就等它們乾 在與此同時 你就可以準備定一個金色的眼影 用眼線掃 好 加上去中間 你也可以用液色的 但我用霜霜 其實霜霜可以做到層次 再漂亮一點 粉狀 霜霜也可以 液色不是不行 但會比較實 這個純粹是加在中間的 用按壓的方法 慢慢點上去 我現在弄一弄走 睫毛上的眼影 你記住 不要弄花自己的 紫色或綠色的邊邊 做漂亮一點的層次 出現了三種顏色 好了 紫色就要看看 會不會夠實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是不會再加眼影 所以紫色 就要夠實 不夠實 就再加多一層 這樣 那邊邊呢 最重要呢 就是尾巴 最重要是尖 完妝最重要是搜索 接毛要塗一塗 在此之前先檢查一下 因為中間的位置有些崩潔 在底部的接毛不夠厚 就像我那些 用黑色的眼影點 先點一下孔 之後就塗上接毛 塗的時候 一定要塗上眼影 有機會黏在你的接毛上 所以這時候可以用黑色的接毛膏填上 這樣就會更漂亮 塗上眼睛 綠妝完成了 最重要是看到幾種顏色的層次 還有臘體感 那邊就一定要夠銷 對